助跑起跳落地 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奇迹一跃 15公尺67 当场突破女子三级跳世界纪录 看着继分板上刷新世界纪录的WR字样 罗哈斯高举双手感动异于言表 东京奥运田径惊奇不断 200家闪电Bolt退休后 新任地表最速男人出炉 100公尺短跑 意大利黑马贾可布斯杀出重围 以9秒80爆冷夺金 和队友兴奋地抱在一块 因为他不但抢下欧洲29年来 第一面100公尺金牌 学手生涯经历也相当神奇 远在意大利的亲朋好友 看着转播激动欢呼 加可布斯妈妈拿着儿子的跑鞋 骄傲藏不住 我们在游戏中 我们总是说 我会在那一天的妈妈 我说是你会在那里 不止田径项目有话题 伦敦和里约奥运都拿金牌的法国 柔道传奇西内 在个人赛100公斤以上 及意外战败拿下铜牌 不过在本届新增的混合团体赛 西内率队击退强敌日本 最后以4比1摘金 总算是搬回一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